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多少您会觉得我发烧了 37度吧 您就会觉得您发烧了 然后下一步您会做什么 下一步就要吃退烧药 或者喝摆开水 多喝水 想着把这个温度药压下来 您有没有想过 人为什么会发烧呢 发烧 那首先讲是不是就着凉了 感冒了 伤风感冒甭管是寒热感冒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导致的 对 肯定是有外邪入侵了 然后就觉得体温要升高 那您有没有单纯的 因为体温过了37度 立刻马上去看过医生 没有 没有是不是 没有 基本上都是自己处理的 对 确实是这样 当我们身体不舒服了 甭管哪儿不舒服 大家的下意识动作都是 我摸摸自己 我看看我是不是发烧了 体温确实是会藏着 很多健康的信号 同时里面也会有健康陷阱 刚刚阿姨说了 我是不是哪里感染了 着凉了出了问题 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讲到 跟感染疾病相关的话题 今天来做客养生堂的 这一位大家宾是 协和医院感染三巨头之一 什么意思呢 处理感染相关的疾病 特别有名 特别受信服 我们在网上搜资料的时候 资料不多 但是却收到了很多 他的患者写的一些反馈 比如说有一位患者发烧七个多月 多次医院抽血化验都没有查出来 但是找刘大夫看了一次就确诊了 这是什么样的发热 为什么能烧七个月 再来看下一位患者 感染性心内膜炎坠生物 通过心脏采钞 确诊之后符合您的诊断 换了主动卖半 显然心脏相关的疾病 它也会有发热的表现 所以如此推断感染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 可能不是一两期养生堂节目 可以讲完的 但是至少可以通过这两期节目 告诉大家 在体温当中藏着健康信号 也藏着健康陷阱 什么样的体温升高不容小觑 是不是一定要超过37度3 才算发烧呢 是不是发烧的温度越高 感染的情况就越严重呢 带着如上的几个问题 马上请出今天 做客养生堂的重量级来宾 让我们欢迎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 主任医师刘正印教授 以及刘教授的助手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士侯秀凤 掌声欢迎两位 刘老师好 侯老师好 你好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化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卤化高油酸酸 长寿多多 我们针对感染 这样的一个大的话题 用体温升高 这样一个小切口引入 我相信这对大家来说 是好接受的 但是讲到这个体温升高 有点发烧 你看我们刚才这位观众 很有代表性 过去的几十年 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 专门去看过医生 好了 问题来了 这个发烧能多极致呢 我们还是先请两位老师 分享两个病例好不好 好的 因为我们感染性疾病科 基本功就是看发烧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病人 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 因为在发烧诊治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到了我们这来看病的 在临床上 我们看到发烧的这些病人 长得有十几年的反复发烧的 我们还看到一些的病例 说我经常在37度5左右 特别是我在精神一紧张的时候 一激动的时候 我体温就增高 这个发烧背后可能原因非常复杂 对的 对的 像大家图片上看到的这位患者 这是一位74岁的叔叔 然后也是因为非常非常长时间的发烧 最后住进了我们病房 然后之后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 是个感染性的疾病 然后之后我们就给他用了 头包他定的一个抗感染治疗 治疗之后他的体温 包括他的各种严重指标 都逐渐地恢复正常 但是差不多在用药一周左右的时候 忽然就出现了一个高热 然后之后出现了一个皮疹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张图片 是他刚一开始出现的这个皮疹 但是很快一两天的时间 他的整个的皮疹 大家看一下 尤其后背中间那块是融合成片的 然后最后经过了 综合的一些检查跟化验 我们诊断了 他又激发了一个叫做 药物严重反应综合征 实际上像这样的病人 在我们临床上 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见的是比较多的 当你发烧了 感染了 用了抗生素治疗以后 他体温就可能退了 但有时候你老是连连不识说 我要彻底一点吗 彻底一点吗 结果它药物起作用了 药物过敏了 过敏以后这个病人 更多的皮疹 说有时候你看到它的皮疹 就让你胆战心惊的 因为它就融合成片 它养得不得了 它业不能灭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 在临床我们就说了 发烧治好了 你就赶快放手 不要持续不断地一直给它用药 用药 用药 结果就会用出来问题 所以在我们临床看到的 长期发烧的这些病人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我们叫药物热 药物热 专门有一个词来形容 对 所以这有两个点 特别关键 退烧药 一旦退下来 就不要再说 我再坚持几天 巩固几天 都有可能会增加 像这样的风险 另外就是 如果您吃退烧药 退不下来 要及时就医 刘主任 我如果吃退烧药 我几天下来 我还不退 我就得看大夫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地好 有些人发烧了 他可能是个自限的 过两天他自己好了 甚至有很多人 不吃药也好了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一般情况下 病毒感染都是这样的 有的肌肉酸痛 有的乏力 有点发烧 自己喝点烧 水烧一退 很快的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持续地发烧 超过五天了 那你就要小心了 那你可能就需要去看医生了 看医生 医生后给你做一些检查 根据检查来判定 你下一步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治疗 牢牢地记住 五天这个时间点 大家不要拖太久 因为我们说发烧 只是诸多的感染相关的 一个表象 如果五天还是高烧不退的话 我们一定要及时地去 咨询专业的医生 今天我们一直在说 体温当中有健康的信号 也有健康的陷阱 我们来看第一个陷阱 就是您是不是真的发烧 关于发烧界定的问题 来看看 这是我们在征集观众的 对于发烧的理解的过程当中 听到的几个说法 一个是体温超过37度3 就认定为自己发烧了 同意这个观点的人 请示意我一下 这得有五分之四的观众 都是认为只要数字达到 就要处理 好 如果是我体温37度8 但是我去做了相应的检查了 没有什么异常 这个算不算是发烧呢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36度5 在我看来这是挺正常的一个体温 但是我自己感觉很不舒服 而且我化验有相应的异常 这个要不要关注 好 谢谢 我发现导演组越来越聪明了 就是学会给大家下套了 我怎么感觉 如果有以上都不是 我就要选那个以上都不是 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人的体温是有一定的 范围的波动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不超37度3 你超过37度3 我们一般地认为你是发烧了 听清楚话说 一般地认为 也就是这个一般的是 包括90%的人是这样的 可是还有10%的人 可能不是这样的 那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就像我们又要给说的 37度8化验没有异常 是不是不算发烧 低地缺缺有这样的 化验检查 我们当然最常见的是 炎症的一些指标 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的 说明他体里没有炎症 那则目出来的这个37度8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他特别喜欢穿得多 也就是说 他似乎感觉老师怕冷 前些天 晚上睡觉还要盖个棉薄被 说棉薄被 他就感到热的上 热的上就说两个体温满 一凉37度8 他就是感觉他发烧了 就到医院去看了 到医院去看 说你都没事 那我为什么还发烧 忘了你天天这样 反正最近这几天是这样 我你回家再去观察观察 他回家去观察说 他说他烧了37度8 去趟厕所回来以后 晒量体温正常了 那大家想一想 去一趟厕所 体温从37度8都降至正常了 那是怎么回事 那因为这就散热了呗 后来再去问他 一个是家里本身房间的温度就高 就是35度啊 34度啊 都打得这么高的一个房间温度 他晚上睡觉 他又愿意盖个小薄被子 那小薄被子的话 又把它捂住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散热少了 它产热还是一样的 那这种情况下 它的体温就高了 所以这是在临床上 我们比较常见的 被窝里边捂出来的发烧 所以我们看到稀奇古怪的 各式各样的体温都有 那翻过来说 这个36度5了 他为什么说它发烧了 这个也是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主要是见于一些老年人 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娘来看病 说大夫发烧 我说你多少多 他说我一般到了36度2 就开始感觉不舒服 到了36度7我就特难受了 我问他你平常的体温多少 他说平常体温就是在36度以下 他说很少超过36度 那我说你这些年看了多少次吗 他说我看了好多次了 别人都说我不发烧 因为我的体温没超过36度8度 我问他你有没有化验 他说我有过很多的化验 我有没有问题 他说你看一看 我把这两年的化验的都拿出来 那我一看 它背细胞有时候是高 有时候是正常 但是它反映炎症的 两个最基本的指标 一个是我们叫血沉 叫红细胞的成降率 另外一个叫细帆蛋白 我们现在查的是高明细帆蛋白 这两个是反映炎症的 这两个每次都高 所以我就说你炎症指标高 你自己感觉出来很不舒服 发烧的这种感觉 虽然你体温没有达到我们的37度3 当时我认为你也是发烧了 所以说我们任何情况下 对于发烧不同的个体 它是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不会千篇一律的 要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 如果是他没有发现自己发烧了 或者没有什么不舒服 也没有视表 那岂不是很危险 就会把一些真正的发烧 给忽略掉了 是有这个的 所以我们的观众 如果这个时候 您正在看这期节目 今天我们讲的是 体温当中藏的健康陷阱 如果大家对于发烧 或者对于感染有一些什么相关的疑问 此时此刻 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我们的老师正在答疑解惑 具体进入直播间的操作方法如下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士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士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 说到量体温 我们的观众 有没有觉得自己量体温 操作百分之百正确的 有这个信心的观众举手 示意我一下 百分之百 阿姨 百分之百 你测一个体温 然后让郝老师检查一下 咱操作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好吗 来 阿姨 我们都看你了 刘老师你这怎么还煽风点火 我们好多的人 量体温不会量爱 百分之八十的可以 百分之百可能不准 您这怎么对我们 这么没有信念感 阿姨 您得给我蒸点气 阿姨 您按照您日常的习惯 来测就好 阿姨 腰下有汗吗 没有 阿姨 您吃早饭了吗 这两天那个肠胃不好 我怕录节目影响 我就是不吃早饭了 阿姨不怕滴血糖吗 那个我是糖尿病 可是没问题 我自己带饼干了 阿姨 您在上台之前 有没有运动过 有没有活动过 我这一路小跑过来 一路小跑过来 怕迟到了 阿姨 您一般量这个体温 会就是等多长时间 规定是五分钟 我有时候三分钟就看一眼 我觉得如果要烧 它两分钟也就上去了 没必要五分钟 那我们再数十秒左右 差不多是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把这个体温计拿出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 小跑来的 没吃早饭的 糖尿病的 养生糖的忠实观众 她的体温是怎么样的 来 告诉大家 您的体温是多少 没戴眼镜 好 阿姨 现在测到的体温36度5 阿姨 您现在自己拿麦克风 点评一下您刚才的操作 我每回拿了体温计 先看一下温度 温度符合了 我就不用甩了 我就直接插到腋下 然后两三分钟拿出来看 阿姨 那么您觉得 之前的体温已经在 正确的范围之内 您认为的这个范围是在哪里 就是已经在那个指标底下了 已经挺低的了 所以我就没说 我想阿姨的这种想法 在座的可能很多人 都认为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量体温的时候 一定是坐在这里 静静地休息 至少十分钟 这是第一个 避免小跑或运动 所造成的这种体温的增高 而导致我们的物量的体温偏高 我在家都是躺着凉 运动产生热量 因此呢 不要在运动之后去测量体温 不能在吃饭之后去测量体温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假如说天热有汗 那下边有可能液我很多的汗 那不妨用个毛巾十指巾去擦一擦 这是我们在测量之前的两个准备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大姐说了 这个表啊 在35度一下 就不需要我再摔了 实际上这个操作是不对的 我们希望你的体温表摔 摔到那弯钩的那个地方 你的水影机 那样再去测量你的体温啊 它测出来的更准确 甩到弯钩水银的地方 我们的体温表有一个弯钩的地方 在往上直线 下面是储存的水银 说得好 这个还真没注意 我也以为我跟阿姨想的一样 就是反正比我正常人类 正常的体温低就行 夹上这我就倒正常体温 我就没有 这个动作的意义就在于 在于量的体温更标准 更客观 更实在 更反映住你的真正的体温 好 还有呢 刚才这个操作还有哪里 您觉得要再去修正的吗 好了 摔下去以后呢 拿来以后去加到腋下 加到腋下的时候 一定要加紧 但是有些人没有腋味底下 没有肉的 空得特别厉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就退一下 它的体温剂在空腔当中 它是量不准体温的 是 它没有和皮肤完全地接触 一定要和皮肤完全地接触好以后 再去量 再一个呢 我们大姐说了 我量上两分钟 我就拿出来看看高不高 实际上你就中间给截断了 中间截断以后 它肯定要影响你的正常的一个 标准的体温的 客观的体温 所以一般体温 我们不希望中间拿出来 我看看高不高 我们不希望去拿出来 一加 加到里边 到了五分钟的时候 我可以拿出来 如果说你感到 这个体温可能我加的时间还不够 可以加到六分钟 但是我们一般是五到六分钟 或七分钟的时间 一般不会超十分钟 因为一旦超十分钟 你的体温就偏高了 因为你不可能一动不动 不动不动 不动不动 一句会来回的摩擦 摩擦生日 就会把体温有点高了 高个0.1度 0.2度 那本来我37度2分 我这一挪 挪了个37度3 我发烧了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量的体温的一个过程 谢谢 明白 是不是或者 是的 是的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 刚才阿姨是这个动作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 我们知道 上面的这一节银白色的是 我们的水银所在的位置 那么它是受我们的温度影响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在拿到这个体温表的时候 要这样 不能摸那头 不能摸那头 避免触碰到 这样一侧摸到之后 它就会 因为你给它一个温度 然后它的温度就会上升 所以大家记着 拿的时候 单手操作 单手操作 要拿着我们的 没有水银的这一头 然后这样再去看 看完了之后 再去甩 甩到很明显的这个 弯的这个位置 然后之后我们再测 好的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 鲁花给您动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鲁花高油酸 祝长寿多多 祝阿姨越吃越年轻 谢谢阿姨 提醒大家 我们日常使用的体温计 是需要定期校准的 水银的体温计的话 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的 一个月至少要校准一次 那么怎么去来校准呢 首先来说 我们要准备这么一个 40度的 40度的水 然后家里可以使用 那个水温计 然后测好了 40度的水之后 把我们的这个体温计 按照要求 然后甩到我们的 弯钩的那个地方 然后之后把整个的体温计 就放到我们的这个水里面去 静待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我们把这个体温计取出来 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温度 然后同时呢 要用我们的水温计 再来重新测量一下 这个水温 那么之后 我们跟测量的这个水温 还有这个温度计 做一个比较 那么如果前后的差距 在0.2摄氏度以内 说明我们的体温计 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 然后是标准的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么如果它的误差 超过了上下0.2摄氏度的时候 说明我们这个体温计 就不够标准 那么我们测到的体温 可能就不准确了 就不是我们真实的体温 了解了 如果家里用水银体温计的观众 咱们就校准一下 谢谢侯老师 谢谢 藏在体温中的第一个健康陷阱 是不规范的测量方法 以及没校准的体温计 会让我们测出来的体温 存在误差 从而影响我们 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判断 而接下来的第二个陷阱 老年人更应该提防 那就是体温明明低于 发烧标准的37.3度 竟然也是实打实的发烧 而这一切的根源 竟然是我们身体里的 体温调定点出了问题 那么体温调定点究竟是什么呢 体温调定点就是 根据你体内的一个状况 来调节你的体温上升一点 下降一点 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人的体温调定点 在36度5这个位置 上下波动不超过1.2度 比如说36到37 在这之间来进行波动 这时候是36度5 这是你正常的情况下 你的体温就这样来进行波动 但是人随着气温的变化 人的代谢的水平的变化 它可能会高一些 这个体温到37度了 这是没问题的 但一旦就是你的体温 比如说外界的细菌 病毒接到你的体内 它作用你体这个点上 那这个有炎症来了 就刺激着它 它就跳起来了 它会跳到38度了 这时候你的体温呢 也就在38度5这个位置 或者说低一点高一点 可它向平衡了 这时候你就烧起来了 当你这个炎症退下去了 没有在 这个不再刺激它了 它会再回去 再回到哪里 再回到原来的位置36度5 那你这个时候的体温呢 也要再回来了 再回到36度5 这么一个位置的波动 说一般情况下呢 早晨是最低的 到了下午的4点左右 体温是最高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是和我们的气温一致的 我们的气温早晨 也是三四点钟 是四五点钟最低的 到下午呢 四五点钟它的气温也是最高的 这样的情况下呢 人体的气温呢 就随着你的这个气温的变化 来体温产生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临床说的 体温调定点 那老年人呢 他可能代谢比较低 他的体温调定点呢 可能就在36度 那这时候你的体温呢 就可能在36度这个上下来进行波动 最高36度5 35度5 但是如果说你感染了 他可能往上走了 但他不像我们年轻人反应这么敏捷 他可能就上个0.3 0.4的会这么一个 那这时候他就感觉特别不舒服了 他上了以后他也要上 但他仍然不超过37度3 对啊 有可能 大家理解了吗 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本身就低 然后他调定点往上了 但是体温跟着往上的幅度 没有年轻人那么大 他可能在37度3以下 但他也发烧了 对啊 他感到很不舒服了 他就热这么来的 这个体温调定点调到这来了 他说你要把体温调上去 那我这么去调上去 我就产热增加 这就是我们说的胃寒 寒暂 打哆嗦 打哆嗦对你肌肉的震动 肌肉震动产生热量 但是我的汗毛孔开始收缩 汗毛孔的散热减少 这样产热增加 散热减少 它就发烧了 这个很像是烧水的过程 对 火点着 壶盖闷着 你热出不去 里面自然温度就高了 就烧起来了 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点 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的体温是跟着调定点 来浮动的 那么到底是谁动了调定点呢 什么导致调定点的上下移动呢 我们来结合这个道具 给大家讲一下 来 六准 在这可以看到炎症因子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是发炎了 我是不是感染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导致我们的体温发生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炎症了 炎症可以是感染 也可以不是感染 比如说那内缘性的一些职业员 比如说肿瘤 这种磷马瘤各种各样的 它可以做一个内缘性的职业员 因为它肿瘤不是你本身应该有的 是外来的 你的机体的免疫功能不能把它干掉 它就可能无限制地生长 它生长的话 它就释放这些炎症因子 还有意思呢 肿瘤生长的过快 它学供应不了 它就死掉了 它坏死的这个东西 也可以作为炎症因子来刺激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 无论是这种外来的还是内在的 都可以作为一个职业员 那还有一个外缘性的 就是药 我们刚才说的 吃了药以后出现药物热 出现药症 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出现 导致你体温调定点的上移 因子发烧 其实有上百种导致发烧的原因 可能上百种都说少了 更多 更多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出现了 一开始提到的 超过五天吃药 也退不下来的发烧 一定得看医生 因为除了我们 常说的感冒发烧以外 还有很多种相关的原因 甚至还有人 是因为发烧查出来的肿瘤 这不是吓唬大家 发热 体温异常 绝不是一个小事 如果您判断不了 一定要找大夫 我们来看看相应的应对方法 这一个板子肯定是写不下 但是我们大概跟大家说说 这已经是 我们高度概括总结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吧 如果你感染了 那你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 你说我不用也好了 是的 因为你可以自己好 自己好是什么 是因为你有免疫功能 你体内有很多的对抗这种 外来的细菌病毒的这种细胞了 比如背细胞了 淋巴细胞了 巨石细胞了等等一系列的 它就可以把这些细菌 人家直接的杀灭 所以我们一些机体免疫功能好的 自己好的这种病人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刚才悦悦说了 发烧五天就要去 那是说发烧五天连续不退的就要去 如果你一两天就退了 你就不需要去 那说我烧得很厉害 我很难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疾病 那你该去医院的 还是要去医院 还是要去医院的 好 第二个 我们看肿瘤引起的发烧 如果这个病人得肿瘤了 它出现发烧了 那么怎样把它的体温退下来 说化疗 把肿瘤切了 OK 没问题 但是呢 你得先临时地把烧退下来 你不能说 哎呀 我得肿瘤了 我只要把肿瘤切除 我等中切出肿瘤 我体温再退吧 太难受了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叫肥宰体质消炎药 比如你吃的 对于一线氨基菲 布洛菲 洛苏洛菲那 这些量都是我们说的消炎药 这个消炎药和这个消炎药 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叫抗生素 这个叫肥宰体质消炎药 那再看一看 这一部分病人呀肿瘤的 肿瘤的病人能治愈吗 有人说 哎呀 那你看那个病人 得了肿瘤以后 肿瘤就好了 那是奇迹 一般情况下不能自愈的 那我们来看看免疫病 对 那免疫病我们常见的是什么 比如说年轻人永远得的系统性 红帆狼疮 老年人出现了肝燥综合征 还有大血管炎 这些都是我们的风式免疫病里边的 那风式免疫病要治疗原发病 但原发病会是什么 比如说狼疮的病人呢 有急速了免疫之际的一个治疗了等等的 但这样的病人呢 他容易地出现什么反复的发烧 某种因素呢 就导致他这种炎症因子不断地往往释放 稳定了以后 某一个因素又刺激了他释放 那往往呢是一个反复的发烧的治疗 那这种免疫病的治疗大多数是靠急速 我们说的腔地松了 第四米松了 甲鸡腔地松龙了 这些的一个治疗 那再看看最后一个 外缘性的药物引起的发烧 那你外缘性的离开这个缘不就完了吗 那就是说在临床上 我们往往的药物所导致的 你不吃这个药就行了 人就是说人倒霉的时候 喝口凉水都碎 那这人在用过敏的时候 你可能用什么药都过敏 怎么办 不用 我用物理的降温的方法 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发烧的时候如何居家护理 其实今年北京天气也很热 热伤风的人也很多 也是会有发热的情况 一会儿侯老师会专门给大家 拿出一整段的时间来讲一讲 居家护理千万别走开 谢谢 谢谢刘主任 来我们回场中 我们来看第三个陷阱 请大家来看大屏幕 陷阱三 不是感染越严重 体温就越高 换句话说 有的时候可能体温并不高 但感染可能很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一些重症感染的病人 他机器的反应 可能没有跟得上来 尤其是体温调定点 没有跟得上来 他反应稍微迟钝的时候 他的体温可能不高 另外一个方面 体温增高是产热增加 和散热不平衡引起来的 如果即使体温调定点很高 而他产热没有产出来 他往往的体温也不高 并不是说感染越严重 体温越高 很多的情况下 低烧照样感染很严重 尤其是对老年人而言 更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机器的反应比较慢 另外一个 他机器的反应也比较弱 说两个加起来以后 就导致他感染很严重 体温并不见得非常的高 可能您的表给您了一个 比较乐观的数字 但这个数字背后不见得没有事 我们来看 这有五位老人家 先来整个看一遍 这五个人的症状 发烧加精神状态差 吃退烧药 效果不理想 低烧加无食欲 发烧伴随头痛和呕吐 最后一个 体温大于41度 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 咱们先从这个发烧 加精神状态差说起吧 来看看这个后面是什么 发烧了 那是个什么样的感染 那不知道 你可能是细菌 也可能是病毒 那病毒感染以后 引起精神状态差 和细菌感染 引起精神状态差进行比较 可能病毒会更多一些 因为病毒容易侵犯 我们的神经系统 而引起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这种的感染 比如说我们的病毒性脑膜炎 它来得快 而且病情进展得也快 病情也很伪重 说明说严重的感染了 但是你如果要以后 或者是它自己的自然病成 过几天它可能自己好了 有的今天会明天醒了 醒了以后跟好人一样了 这种重症的一些感染 在我们病毒的这种感染里边 这种自然性的表现 还是蛮多的 那另外一个 如果这个病毒是感染以后 引起脑膜炎的表现了 昏迷不醒了 不但是精神状态差 昏迷不醒了 那这时候我们要知道 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病毒的感染 比如说假如说是 这个带状炮症病毒 还是单纯炮症病毒 还是G细胞病毒 EB病毒 很多 但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 导致昏迷的单纯炮症病毒 是最早见的 那这种病毒感染以后 有些人就烧傻了 因为它侵犯了脑子 再加上它体温的增高 它往往导致的精神状态 就非常差了 就神志不清 神志就不清了 对 神志昏迷了 所以这种感染 也是一个严重的感染 但是它是一个 自现性的有可能 也有可能需要你 用一些药物来帮助它 让它更快地康复 这是一种情况 那如果是个细菌感染 无论细菌感染 引起了一些疾病 肺力也好 重症的肺炎 重症的肺炎 比如说上呼吸机了 这时候它往往也会出现 一系列的这些的反应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了 明白 那还有一种 它感染可以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是它出现精神状况问题了 我们临床有一个病叫 菌团菌病 这个病它特别容易引起的是什么 导致你电解质的紊乱 低纳血症 低纳血症以后 就导致你萎靡不振 乏力 肌肉酸痛 你虽然烧到40度 但你的心率可能没有到100多次 可能就是70多次 60多次 我们叫相对缓慢 就是说你本来这个人的体温 升高1度 每波就心率应该跳增加15次左右 它烧到40多度了 它的心率也没上去 所以这样的病人 往往它表现的精神状态很差的 也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感染 就是有一个原则 也是很多做护理的护士长总结的 就只要是老年人一看到没精神 老百姓的话叫打蔫儿 这个事就重要 是的 是的 就得关注 是的 就是大家看这个 可能刚才大家分不清楚 什么细菌 病毒 还是说我们夏天 有的时候胃肠道会吃进去一些脏东西 也会导致一个发热和精神萎靡 总而言之就对于老人家来说 但凡是您感觉到 家里老人精神状态不对 这个事就应该去医院重视起来 对 我们来看这个 吃了退烧药了 效果不理想 来看看这个后面 退烧药 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的 肺内地消炎药是来控制炎症的 如果说这个炎症 一直存在这个退烧药 而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 说明这个炎症比较严重 他往往的就是说 你没有针对它的原发病来进行治疗 因为你退烧药 这是退烧 只要说炎症 但是它产生炎症的那个根源 不知道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就要积极地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看他的炎症 他的感染 或者说他的引起炎症的这个原发病在哪里 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知道 这个病人出了这种吃退烧药 仅仅的截表不治理 那我们就要针对于他的根源来进行处理了 来看低烧家没有食欲 这个说明什么呢 那发烧的病人 他要消耗很多的热量 热量来自于什么 你吃的东西 你的食物 如果你不吃不喝 那你的热量都消耗过去了 那肯定的是要消瘦的 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种发烧的病人 一旦出现消耗的症状的时候 你要去查一查 有没有消化到的一些疾病 所导致的本身的没有食欲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激发的消化功能的不好 这是在临床我们看到的 那我们再看这一个 发烧 头疼 呕吐 那我们一般考虑是什么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就是脑子出问题了 那大家知道 发烧的人很多都会有头疼 但一般不会呕吐 那发烧为什么会头疼呢 是因为你发烧之后 这个血管的扩张跳动增加了 增加了以后 它的血管本来是憋的 现在它胀起来了 它自然而然的就头疼了 但头疼一般不会引起呕吐 呕吐是什么颅内压增高了 你的脑压本来就是在90 现在到了二倍了 这二倍呢说明很高了 超过了你承受浓力 它就引起一个反射性的呕吐 所以一旦出现发烧 头疼 这种张口就吐的 那我们一定要小心 这种发烧呢 可以是高烧 也可以是低烧 比如说我们接受于脑梦眼的病人 很多都是低烧 而且表现的是无厚低烧 发力 精神状态差 恶心 呕吐 那这时候我们往上要靠脑机液 和其他的一系列检查 来确定下来 它并不一定非要高烧 才会出现头疼 呕吐 来问一下我们的观众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发烧 如果您发热了 优先挂哪个科室的号呢 来 请您回答 我可能去发烧科 发烧科 有这个科吗 发热门诊 对 这个确实也是 这样侯老师给揭晓个正确答案 优先挂什么科 那么如果说你是刚刚开始发烧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择急诊或者发热门诊 如果像刚才列到的我们出现的这些情况 或者发生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那么大家一定要选择感染科 其实发烧在医学界是一个非常公认的难题 目前我们已知的疾病有200多种 是跟发烧有关系的 所以一旦您出现了发烧 尤其出现了我们KT版上标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着 要选择专业的医生 要到感染科来就诊 让我们来帮您发现发烧的原因 没有发烧科有感染科 鉴于您刚才给了我们这么多选项 还是要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 感谢观众的回答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驱出黄区酶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谢谢 当我们自己在家里出现发烧的情况 居家护理怎么做 来 我们请这个女孩来配合一下 对 来 洪老师有请 如果咱们在家里的话出现了发烧 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 有没有说我在家里说 拿一点酒精擦一擦 有吗 有 那么首先要表扬一下 就是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是物理降温 这一点特别好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更推荐使用温水擦浴 为什么不能用酒精擦浴呢 那么首先大家知道 酒精过敏的人非常的多 对吧 然后我们发烧的时候毛孔扩张 那么会有擦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大量的酒精吸收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那么酒精过敏的人 就容易诱发其他的一些一系列的疾病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酒精对本身的人体的皮肤 是一个不太友好的刺激 虽然我们用它来消毒 但是当直接用于皮肤消毒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首选酒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选择酒精进行物理降温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选择的就是温水擦浴 首先来说我们要知道它的温度 就是要低于你的正常体温一点 通常设置在32度到34摄氏度之间 其实你一般的用手进去试一下 然后这个水是温的 但是你又不觉得它热 所以这个温度一般是差不多的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要擦拭的部位 原则上来说温水擦浴 没有特别禁忌的一个位置 但是一般我们要避开身体破损的部位 比方说我忽然什么磕破了 然后或者说像蚊子咬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地方抓破了 那么像这些位置我们要避开 上下的位置我们都是可以擦的 那么除了温水之外的 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降温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列出了很多的 这种可以选择的 那么我想请问这位妹妹 您会首选什么 对 特别好 特别好 非常的正确 我们日常更常用到的是什么 冰带物理降温 对吧 那么在这里冰带的选择 其实也是有学问的 我们经常家里见到的 这种冰带 对吧 比方说我们快递冷藏的时候 然后冷链运输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个冰带 那么其实在这里 我更推荐大家使用的是 我们这种医用冰带 为什么要使用医用冰带 因为你即便是把它放在 负18度的冷冻的那个地方 然后把它拿出来之后 它依然是软的 你摸一下 它虽然很凉 但它依然是软的 你随着使用了之后 它会慢慢地温度再上升 那么如果说你选择 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冰带的时候 大家知道它要形成冰 一定是零度以下的 对不对 对 它会长时间地持续保持 这么一个零度以下的范围 所以如果我们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非常容易导致局部的冻伤 那么所以这就要求我们 在使用冰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时间 单次使用冰带物理降温的时候 局部的冷敷的时间 一定不要超过30分钟 另外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通常一定要用一个毛巾 找一个干毛巾 然后把这个冰带包一下 就是不用包得很厚 就这样裹一下 也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对对对 裹一下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它的这个叶下 放在叶下 那么其实冰带物理降温 也有很多的禁忌的地方 它不像温水那么地友好 说除了皮损的地方 其他地方都可以用 那么这个冰带我们常选择的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的额头 这是最常选用的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腋下 以及我们的腹骨勾 就是我们的大腿根 为什么选择这些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是我们的 大血管流经的位置 然后是我们散热的一个主要的位置 这样你把冰带放在里面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一个试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放的地方 首先就是我们的耳库 然后我们的枕后 那么像这些位置还有我们的 说那既然放在腹骨勾这个位置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都放上 这个不可以 我们的会阴部位等等 像这些皮肤都非常的脆弱 那么它对凉非常的敏感 也比较容易冻伤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绝对禁忌的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前区 我们的心前区 另外还有我们的足底 那么当这两个位置 如果骤然用冷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血管骤然收缩 尤其是当基础有心脏病的患者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就非常容易诱发心脏病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老人都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的腹部 然后一定要即便夏天什么都不该 也要把肚子大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也不能用冰带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 它容易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 导致腹痛呀腹泻等等 像这些情况的出现 我们的观众再来回答我一个问题 吃了退烧药还用物理降温吗 认为需要的请举牌 这个好难啊 一半一半的选择 我们这位观众你觉得呢 我已经吃药了 我还要物理降温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 为啥 一个是从内在的 一个是从外在的 物理降温还是配合使用 就是内外 我都得想办法 郝老师对不对 那么其实物理降温跟我们的药物降温虽然同归 但是绝对殊途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吃了药物之后 降温要出大量的汗 对不对 要出大量的汗 但是你想想 如果在你出汗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加一个冰的 它还会出汗吗 不会啊 是不是 它不会出汗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在用了药物降温之后 一定要哪怕如果说你超过一个小时 然后或者一个多小时 依然没有反应的时候 我才可以选择物理降温 但是用了药之后 可能觉得 要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为什么我还不退烧 这个时候 不要去贸然地选择物理降温 因为你会抵消到它药物的一个作用 反而起不到降温的作用了 如果说你的退烧药之后 我没有得到香氧 就是没有出汗 体温没有下降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不要去选择冰带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温水 那么当即便是你出了汗之后 也可以选择温水擦育 就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不但可以把我出的汗擦掉 然后提高我的舒适度 其实也可以增加我的这个散热的面积 这样才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好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侯老师 来 藏在体温里的健康陷阱 还有哪些呢 明天的同一时间 养生堂继续为大家刨根问底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鲁花高油酸助长寿多多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鲁花养生厨房 今天我们养生厨房 给大家带来了两款金色的饺子 看样子 它们的外形都是很好看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 据说它们真正做到了 保护血管的营养 一加一大于二 美味搭配营养翻倍 这是怎么回事 蔡老师 今天咱们选的食材里面 不仅在饺子皮里面 有一个保护血管的 血管硬化克星的营养物质 在咱们这饺子馅里边 还有一个营养物质 也可以帮助咱们 血管年轻化 所以说今天这个饺子 可是一加一 营养大于二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咱们坐起来 然后详细地为您讲一讲 今天我们养生厨房 请到的是 鲁花特邀水中仙品牌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中国烹饪大师 年书界年大厨 为大家献上十全十枚饺子业 欢迎年老师 大家好 年老师 你知道刚才我看这俩饺子 长得那么好看 我就没信心了 作为厨房小白 我就觉得这也太难了吧 一点不难 在我们原有的技术上 加上一步子就可以了 既然能让饺子变好看的手法 是容易学会的 那我就得提点别的要求了 这个吃饺子必须得有好吃的小凉菜 对 我们今天在这期加了一个 那个桃圆 这个拌有机菜椒 这个是我们酒店卖的最火的一道菜品 您这道菜为什么会卖的那么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秘密的杀手武器 就是灵魂的料油 这个灵魂料油加了一份特有的原材料 我们一会儿揭晓 那咱们赶紧坐起来 看看饺子里面的这个营养一加一 到底是什么 而我们今天能让桃圆拌凉菜好吃的秘籍 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个茄子切成丁 干草 红皮炒一炒 这个把它这个水分煸出来煸香 蔡老师 那我就想问了 你说饺子皮保护血管 饺子虾也保护血管 您所指的 这个馅料当中的保护元素是茄子富含的吗 还不是咱们这个茄子 另外一个青椒里面是富含VC的 因为大家可能一说这个VC就觉得水果里边多 对 但其实蔬菜里面的青椒含量也特别高 所以说这个VC这个抗氧化可以帮助咱们血管年轻化 自然咱们这个馅料就是可以帮助咱们 防止血管硬化的一个必备馅料了 而且今天我们这彩椒满满 不仅这个饺子馅里面有一伙半核桃仁也少不了它 咱们看看它是如何华丽登场的 年老师 要把茄子给它煸到或者背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背到以后软软的把水分都煸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不要煸得太熟 煸得太熟呢它就烂了 就没有形状 煸好的茄子存在碗中 切好的这个菜椒加入碗中 我们把这个茄子煸加入碗中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里脊肉丁 我们加上葱姜 葱姜末 加点这个卤花的小末香油 更香 我们再来点这个卤花的高油酸花生油 我们加点卤花的蚝油 加点卤花这些的酱油 更香 更鲜 我们开始调拌我们的馅料 馅料就调好了 接下来就是和面了 对 除了面粉特别好之外呢 蔡老师说了这个饺子面可是不一般啊 里面有防止血管硬化的克星 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咱们先说这个克星的营养成分就是滤原酸 可以帮助咱们保护血管 一个是内壁的完整性 还有一个防止它这个斑块不断地沉积 所以咱们说滤原酸对于保护咱们心脑血管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 今天推荐放到饺子皮里面的是什么 红薯 所以林老师我们今天是用富含绿原酸 可以保护血管的红薯 来护制我们的饺子面的 对对对 首先我们选用卤花出品的浮花盆 饺子专用小麦粉 这个饺子粉选用闷心精华 和面一揉不沾手 面皮亮白一揉合 馅大皮薄白透明 入锅内煮不破皮 入口软弹又筋道 把刚刚蒸熟的这个红薯我们猜一点 我们来它五克盐 加盐是为了增加面的筋道 五百克面粉 一般加一百克的这个红薯泥 我们还是两个蛋清 五克这个盐 水的比例一般就有200克左右 饺子皮要想有营养 我们的这个做饺子的专用饺子粉 也得选好 所以做饺子要用好的专用小麦粉 卤花出品的浮花饺子专用小麦粉 甄选全球优质小麦 创新发明活性面粉加工工艺 最大程度保留小麦中的天然活性状态 浮花饺子专用小麦粉 色泽纯净自然粉质细腻 也是我们养真糖特别推荐的 饺子专用小麦粉 所以今天这个饺子皮肯定是有保障的 蔡老师我想问您 还有哪些常见的蔬菜当中 也富含这个绿原酸 既然是绿原酸 大家可以往绿上想一想 剥菜 比如说剥菜 对 芹菜都可以的 揉这个面的时候一定用力 不能由空气扭进 对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软面饺子 硬面条 我们的面团和好了 但是我们要醒 醒发10分到15分钟 这就是我们刚刚醒好10分钟了 面我们揉一下 开始包饺子了 而且大家看其实它是不黏案板的 对 所以证明刚才500克 然后加100克红薯的这个比例很重要 同时证明我们的这个专用饺子粉 是真的很给力 今天这个饺子皮 我不用这个擀面状擀 我们制好了这个剂子 我们用刀 刀瓣压一下 一转就是一个饺子皮就出来了 哇 碾的时候到底是压刀的哪个位置 然后往哪边怎么转呢 压到这个刀的前方往右转 用力用力 转一圈 对对对 转一圈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是压的稍微靠刀瓣一些 然后往那个刀刃的方向去转 对对对 转一半就可以了 一张饺子皮就出来了 从此之后小白会做饺子皮了 首先我们包这个月牙馅的饺子 这个刚才干好了皮 就是这个 对 看上去特别可爱的月牙馅的饺子 对 月牙馅的饺子 它这个是一面上折 因为这个先把中间弄好 然后这一面上 对 这一面上去 对 往后一推一接 对 一推一接就可以了 这就是月牙馅 所以它只有外侧上折 里侧不上折 自然那个弧度就出现了 对对对 那难题来了 这个类似于太阳花样的饺子 我们也能学会包吗 对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我们包这个太阳花上的就是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耳盒角 就像盒子一样 盒子包完了以后我们用刀叉 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大耳朵 一压一压 压成六等份 然后呢我们得用手把它捏合 在后面一收 这就很简单了 一个美丽造型的这个饺子就完成了 这个就不用捏嚼说要捏出形状 不需要 就是把这个边自然合上之后 拿叉子去压 压完了 然后再给它分成六等份 最后把这个小尾巴一捏就得了 对对对 为什么分六等份呢 中国吉祥如意 一般六六大岁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煮饺子了 好 煮饺子 怎么能叫这个饺子久煮不破 我们这个里边有小钱宽 放点盐 它这个有泪劲 林大叔 那边咱们把饺子煮上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核桃仁 怎么办才会成为您酒店的爆品呢 那个我们肯定用我们的特色灵魂料油 您一说到料油的话 那无非就是什么八角花椒 然后再加上什么葱姜蒜洋葱香菜 今天我们可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其中加了一个特有的香料 到底是什么灵魂料油 让我们的棒核桃仁 成为了酒店的爆品呢 好 那我们就熬制料油 首先加好我们卤花的高油酸花椒油 加了这个陈皮 陈皮加好这个特有的香味 有机菜椒它能互补 这个陈皮料油也是一样的 慢慢的熬制 因为这个陈皮它火候不能大了 一打就糊糊了 我们把核桃仁和菜椒 就准备好了 首先我们要加入 我们刚才熬好的灵魂料油 歇风油 所有的凉拌菜最主要就是歇风油 因为好多拌出这个菜来 上桌它就塌了 就腌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料油没有体现加 先把料油加入以后 我们拌一下 我们再来点蚝油 然后我们可以消加点 卤花的这些酱油 搅拌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饺子也熟了 开锅了 我寻不及待地等待这场饺子咯 这个皮儿跟我想象中也不一样 它没有很甜 它只是略微地 有那么一点点的干味儿 然后嚼着有嚼劲儿 也不沾牙 最主要的是 不仅我们的味道和口感极佳 这个饺子皮儿里面 有红薯有绿原酸 馅里面有茄子有青椒 对于保护血管而言 都是非常给力的